这看啥呢 我后老婆婆 没跟你饭回来呀 远点山子 后老婆婆 我们今天到那步了吗 跟你说话都白说了 给我争点脸行不行 话都不会说 后老婆婆 爸 我后妈呢 滚犊子 你有毛病吗 我刚才说后老婆婆不行 怎么又后妈呢 你再说我们俩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不是说领回来 给我们见见面的吗 对呀 不是 她从他们家往这赶呢 哎呀 爸 我觉得你俩这种相处的程度 就应该是如胶似乞 鼻翼双飞 飞来飞去的呀 飞不起来 累 我累了 爸 累了你歇会儿 歇会儿就好了 什么是我歇会儿 我不是身体累 我是心累呀 这个 我之所以跟她分开往这赶 就是让你俩帮我参谋参谋 帮我出出主意 你们说 我跟那个女人 还值不值得处了 啊 哎 这咋还处不处 你咋的 闹别扭了 对呀 哎呀 你们不知道 这个女人吧 确实不错 对我也挺好 那么挺好 就那心眼啊 那小的跟真别似的 哎 吃醋啊 爸爸 你说到这儿 我必须义正言辞地纠正你一下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毛病 我不都有吗 再说了 这也不算什么毛病啊 人家阿姨为什么这样对你 说明人家在乎你 在乎你心眼才会小 心眼小才会自私 知道不 你像我跟顺芬一样 顺芬你过来 哎 怎么着 我问你 好 我是不是特别地爱你 那没谁了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 哎呀 这个幸福 你好 爸 你看 汉美莉 嗯 你不如直接抽他俩嘴巴 你这么拧头 我跟他肉皮就等 是前世风的家吗 母老虎来了 你别这么说吧 来一来 你好你好 母阿姨好 我不姓吴 我姓吴 吴阿姨好 你好 吴阿姨 你来就来呗 还带些东西 你看这同一次来串门 能不拿点东西吗 你就是老钱的儿子吧 我叫钱顺芬阿姨 你爸呀 常在我面前提起你 是吧 说你长得像他 看着个头 看着颜值 真香 阿姨你真有眼光 哎呀 这是儿媳妇吧 是我 哎呀 这儿媳妇更漂亮 端庄 大气 哎呀 这大眼生生的 将来生孩子 肯定像你 阿姨我爱你 阿姨请我 好好好 坐坐 坐 坐 快来 哎呀 你爸这车这么随 你 怎么呢 巴西亚呗 阿姨多好啊 还这那的 这太 哎呀 他想找啥样呢 哎呀 孩子 你爸呢 我爸 哎呀 刚才还在这儿呢 这儿呢 哎呀 老钱呐 你超你这么大四十 还强啥猫糊啊 好好歇歇 你超你 还猫那儿呢 干啥呀 来快坐歇歇吧 哎呀 哎呀 老钱呐 那个我知道你颈椎不好 你说这大冷的天啊 你可千万自己保暖呢 啊 你看 我还给你买了一个微博 快来 带上来 别别 带他干啥呀 我儿子 咱家暖气好极了 带上那热了不带 哎 爸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你刚才还说我们家冷呢 我什么时候说你们家冷 怎么没说过呀 我没主要一个 你带个微博 我那个带一个闻事 啊 啊 不是 没了 啊 看看 这怎么样带上 帅 这都没谁 太帅了 啊 这不就是一个缩小把 你前准分吗 哈哈 好看 好看 爸 那谢谢吴阿姨 哎呀 谢啥呀 都是自己家人 得了 我还要听孩子 谢谢你吧 啊 谢谢 哎呀 不用不用 你这微博花多少钱 你买东西花多少钱 一会儿一块给你 爸爸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哈哈哈哈 那玩儿 你俩以后就是一家的 玩慢慢出吧 谁喝谁 你再给他买呗 哎呀 爸呀 这将来就是我妈 嗯 你俩把钱 分得那么清楚 嘎玩 不是不是 你俩能不能不把这事整得太早 我们俩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你再说钱这个问题 你必须得分清楚 鸡肉 这怎么这么急啊 鸡肉 孩子们来来来来 阿姨你别在乎啊 哎呀 咱别惹他生气了 只要他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 他愿意咋地就咋地吧 哎呀没事 那个不影响我的心情 没关系 哎呀我的天呀 天啊 这不就是中国好老婆婆吗 哎呀这是中国好后妈 好后妈 哈哈 阿姨行了啊 今天第一次登门 我请客 咱们出去 出去吃饭吧 我下馆子 哎呀下什么馆子呀 今天我带来这么多菜 咱就在家吃 那个我上上 而且喜欢咱家厨房在哪呢 那是你 哎呀 好好好 我做菜去 你陪你爸到家啊 我给你拿菜吗 我给你拿菜拿了 天方林郡哥 你都看见了吧 这是我妈 这也太贤惠了 爸呀 爸 哎 你听我跟你说 你站起来 干啥玩意儿呢 一进门就说 我妈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你想干啥呀 你长得好看呀 你给我站起来 你不是我站着呢 爸我没说你 你给我站起来 爸你坐下 怎么跟咱爸说话呀 就是 爸你也是 哎呀爸你坐一听就行 爸那你也是 你说吴阿姨多好 要个儿有个儿 要模样就模样 你咋还相不容 你长得心没呀 不是 你俩是哪头的 你俩给我坐下 你俩不要被她的表面现象 给迷惑喽 她当外人是这样的 跟我在一起是那样的 不可能啊 顺芬 顺芬 谁啊 顺芬啊 黄姨 顺芬 黄姨啊 是不是你爸来了 你才知道呢 阿姨啊 我在你隔壁老王大叔家 啪窗台看见的 在这儿呢 在那儿呢 老前大哥啊 你来干嘛 你来了 你不是颈椎不好吗 这些日子 我就抄了一些偏方 本来想让顺芬给你送过去 没想到你来了 我就直接给你拿来了 不是 那什么大妹的 谢谢你啊 这个偏方我留下了 你赶紧回家吧 没事 没事 赶紧回家吧 爸 爸 我告诉你那偏方咋用 爸 不是 改天再告诉我 哎呀 你怎么了 你忘了你年轻时候 追我黄姨那时候的 是 那时候黄姨就对你好 现在还对你好 你还想咋玩 不用吃饭了 黄姨 不算不用吃了 我就告诉他那个偏方了 我跟你说 不用了 不用了 爸 你赶紧走吧 我赶紧 赶紧 你看我 爸 不好意思啦 新出对仙来啦 找了个女朋友 哎呀 老杰大哥呀 你出女朋友了 这你瞒我干啥 真是好事啊 我恭喜你还来不及呢 在哪呢 给我介绍认识认识 这里 这里 黄姨 妈 咱家来写了 怎么回事 老杰 我干嘛非得听你的 你让我过去 我就过去啊 哎 哎 哎 他是谁呀 给我见识计数 他 他那个那个是我们以前 钢厂医院的护士 完了以前我不也在钢厂上班吗 我们俩准确地说应该是同事 不公有 不止吧 刚才儿媳妇说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 啊 他是你的老情人吧 哎呀 大人的事不掺和了啊 那个 他是这么个事 我那个年轻的时候 我承认 我喜欢过他 我曾经追求过他 但是呢 我怕人家吧 那个项目中我 完了我就 想干出点成绩来 之后再找他 完了后来等我去找的时候 人家已经结婚掉走了 是吧 完了你啥事没有 是吧 人家现在都有对象了 对吧 大妹 对 有对象怎么的 这世界上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没得到的 这么多年你的老情人 你还真挺有长性啊 老钱 不是那个 你还没听明白 就是我们俩到最后也没成 我听明白了 就因为没成 你俩的关系才不正常啊 哎呀 大妹子 这话让你说的 哎呦 我说阿姨 刚才你不这样啊 咱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儿子 你现在理解 爸爸刚才跟你所说的一切了吗 爸 我理解了 你理解万事吧 把劳惨了 大妹子 你冷静冷静 听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说吧 我看你还有啥说的 大妹子 我们也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我们也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活了大半辈子了 哪个人都有个性都有脾气 谁想改变谁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们俩想加深感情 那就得互相信任 老钱我们俩 其实啥都没有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可是你就禁不住 老是怀疑啊 老是往那方向想 你与其让自己活得这么累 莫不如让自己活得顺心快乐一些 我何以为怀疑 但是我不允许老钱身边有其他的女人 哎呀 我不是其他女人 你看隔壁老王 大妹子 大妹子过来 过来 歇会 歇会 这才是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忍 王爷 你坐 我说老吴啊 你看咱俩啊 接触时间不算太长 我呢也感谢你 这么长时间 对我无比的关心和爱护 是不是 你这个女人嘛 身上优点很多 是别人不具备的 但是你也有确认 就这个吃醋 我实在实在受不了 我都做噩梦了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感觉到格外的累 我相信 你跟我一样 心里也很累 对吧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老秦咱都别说了 咱俩呀是有点性格不合 就像这老大姐说的是的 咱都这把子年纪了啊 谁也别强求 谁也别改变谁 也别包容谁 我看呢咱俩还是静静地考虑考虑 还能不能继续处 行了我走了 不是 不是阿姨啊 你看你还带了东西呢 对对对你那东西 我说老秦 是不是心眼太小了呀你啊 假如咱俩要是分开了 咱们还是好朋友啊 你小看人了 我走了 阿姨再见 不是他刚才居然说我小看人 不是小看人 他是看小人 你行了行了我去送送他啊 你们别着急不欠去 谢谢华阿姨啊 大妹子 爸你没事吧 大妹子啊 我没事 媳妇 媳妇 你愣啥神呢 那个我就合你吧 我以前就够过分的了 这家比我还过分 这是极品呢 那个前世伯 我刚才反省了一下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 以后我给你个人空间 媳妇啊 你总算是想通了 一个男人是需要空间的 对不对 谢谢你啊 谢谢 喂谁啊 妹妹 你等会儿啊 我回不去啊 这听不听 挺好的呗 华美莉 你现在理解爸的难处了吧 咱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我 你跟那个女人还出不出 爸 刚才前顺芬是不接个电话 是个妹妹答的 前顺芬 哪个妹妹啊 哪个妹妹啊 啊 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 哪如呢 不是怎么阿尔美丽子也这样啊 为什么女人都这样啊 这是什么道理啊 她因为爱才自私 因为自私才爱 我现在都搞不懂 跟这个女人还能不能处 街坊邻居们 你们帮我出了主意 像这个女人 我还处不处了 啊 有说处的 有说不处的 你们就不怕乱得到 这事啊 我个人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出去溜达溜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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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